在AutoCAD的部分呢 其實它除了這個印表以外 它還可以匯出 可以匯出DWF3DWDFX 那它也可以直接用PDF 這幾個 那DWF是什麼 它是CAD之間 CAD是販子 不是AutoCAD CAD之間 販子 像譬如說 其他的CAD 譬如AkiCAD 什麼KarisCAD QuickCAD 什麼 很多其他的CAD 一種交換檔格式 DWF 那DWFFX 是指它用XML的方式去做的 那DWF是什麼呢 Exchange File Format 這個 DWF 它沒有太多的功能 就只有這樣而已 就只有這樣 比如說桌面 我們來看桌面 好 這個DWF儲存 它有選項 不過這個選項沒有太多東西 我們儲存 好 它就這樣就儲存了 好 我們到桌面上看 你到桌面上看 它就多一個這樣 欸 對不起 在這裡 還沒有 還沒出來 好 在這裡 這個出來一個DWF 好 這個是它寫Wave Format 這個是做交換檔格式 也就是你可以跟其他的CAD的圖檔 像這個Archicade 其他圖檔去做交換 那交換的意思是它有一些標準的東西 所以它可以把那個圖放進來 好 那不過呢 在交換完了之後 其實它就只是 它就不會再回來 除非 其他圖檔 把弄成DWF 你可以讀取DWF進來 這是沒有太多的功能 它就是只是一個DWF的交換檔格 X呢 是一種XML網頁的方式去儲存的 那個你像譬如說 Word 原來是DOC 你們知道 然後來到了某一年應該是2004 我的印象是2004 它開始出現一個DOCX DOC 原來Word檔案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新的軟體版本一出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舊的程式打不開新的檔案 舊的程式打不開新的檔案 也就譬如說 Word2004打不開2008的Word檔案 但2008當然可以打開2004 那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 它出現了一個格式叫DOCX DOCX呢 它是用XML的方式去做檔案格式的編碼 那這樣的好處是 以後呢 你就不用再重新去建立 很多新的檔案格式 然後要適應很難 所以從DOCX出來之後 基本上Word應該再不會有 版本前後不一 沒有辦法讀取的問題 它還是會讀取得了 只是某一些tag 它可能需要你再去註解 但是基本上就不會有 舊的檔案 新的檔案呢 舊的程式打不開的問題 所以它這個也是DWF也是這樣的用途 那3DDWF就是有3D的圖形的時候 你可以數出去的 PDF呢是跟剛才那個一樣 其他就比較少用 我就不說明了 好 那這是DWF的那個方式 我想請你稍微試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其實在你們來講 大概99%都不會用到 除非你要跟其他的cad去交換 人家可能會跟你講 我要DWF的格式 請你會給我 就在這個地方